青花瓷是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品之一 其制作历史悠久 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因此在收藏界拥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市场价值 青花瓷的制作需要经过多道工序 其中包括制胎成型 清料绘画 石油 烧制等几十道工序 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匠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青花瓷在制作过程中采用的是特殊的蓝色矿物质 经过烧制后可以呈现出独特的青色 这也是其独特之处之一 特别是元代和明代早期所使用的青花料 基本上都是进口的青料 价格相当的昂贵 此外 青花瓷在历史上曾是皇室 贵族 官员等富有人士的珍贵收藏品 这也使其成为收藏界中的宝贝 在现代 青花瓷的市场价值 也随着其历史价值的提升而不断攀升 一些稀有的 保存完好的青花瓷作品 在拍卖会上的价格甚至可以高达数千万 数亿人民币 除此之外 青花瓷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 文化价值 青花瓷是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品之一 代表了中国古代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 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因此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品 还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记忆复杂度 青花瓷制作需要经过多个步骤 每个步骤都需要高超的记忆才能完成 由于青花瓷烧制的温度很高 对于窑的建立和烧窑温度的掌控等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那是相当的困难的 所以它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 三 稀有性 青花瓷的制作需要特殊的矿物质 而这些矿物质并不容易得到 例如元代和明代早期所使用的麻仓土和苏玛黎青等矿物质 到了后世都已经没有了 因此青花瓷作品的数量一直很有限 和现代社会所生产的数量相比较 加上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和社会事件 青花瓷的保存和传承更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珍贵的青花瓷作品非常稀有 四 艺术风格 青花瓷在制作过程中 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图案和色彩 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其价值之一 有些青花瓷作品的图案设计和绘画记忆都非常出色 既有中国风格的文式图案 又有阿拉伯文化素材 更有和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文饰等 可以被视为杰出的艺术品 综上所述青花瓷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价值 是由于其多个方面的特殊性所综合形成的 因此它是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 非常追捧的艺术品之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